欢迎您收看纪录片栏目见证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木偶戏迷 他叫魏感象 1996年52岁的他承包了村里 濒临解散的木偶戏班 与此同时 木偶戏班的老领班却办起了西乐队 相比西乐队的红火 木偶戏班的景况显得十分窘迫 七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对魏感象以及他的木偶戏感到十分担忧 而如今镜头里的人和事 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福建省南京县 木偶戏是一项传言数代的民间娱乐活动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 人们渐渐对木偶戏失去了兴趣 魏感象却依然痴心不甘 但是他西班的长远却纷纷改行 为了挣钱 他不得不带着残缺不全的人马 到偏僻的山村演出 木偶戏的生存状况让人担忧 农历露展面秘码 本 every single dipping 清风 转飞 农历双降过后 割完最后一茬稻子 住在菠山村合桂楼里的提线墨 艺人魏感相又忙活了起来 52岁的魏感相 腿脚不太临辨 但他天生的好嗓门 当年是长教西班的台面 进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葡山村和毗林的坎夏村、关阳村合称长教 三个村都归梅林乡馆 梅林乡属于福建省南京县 八十年代是长教西班最红火的时候 曾经拿过全县木偶系会演的第一名 当年木偶系班结散时 未敢向投标一千元 将所有的家当吃了进来 如今每逢农闲时节 他都要走村窜户 拼搭临时戏班进山演出 闽南提借木偶系的唱腔 源自闽南香聚 演出后台分右屏、五屏和中台三部分 一出戏按正规得有九个人 未敢向今年的临时戏班 只凑到六个人 因此得敢在进山演出前 把每个人的戏活配合排练清楚 一个人的戏活域 一出戏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就不请木偶戏改看电影电视了 未敢向他们如今每年都要走更远的山路 到更偏僻的山村去演出 未敢向腿脚不方便 前些年碰到需要走山路的地方去演戏 他都辞了 可如今却顾不了那么多 经过两天的翻山越岭 农历十月十四那天 他们赶到一个叫林扁的小山村 今天的这场戏 是住在光荣楼里的十二户人家 每户凑五年前请来的 明镜与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信任察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听你考前 今日再教练 不信任察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 里面天ий 我 scor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 里面天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年 请莫偶的多为谢神祭祀 观众不外是些 好新鲜的孩子和练就的老人 一般的一场戏 都得从下午演到深夜 每人每场 最多只能分个二十来块钱 当年长教墨偶戏班 十个人中的六个 如今都在坎夏村的 这支西乐队里 55岁的简秦叶 当初是长教班的老大 如今是坎夏村西乐队的队长 简秦叶上过初晓 生性好玩耍 人也聪明 墨偶戏班解散后 他瞅准市场行情 拉走原来戏班中的六个人 搞起了这支西乐队 这几年乡下人办事图热闹 逢上红市白市喜庆剪彩 实情请西乐队吹吹打打 因此长教短短的两年里 就有了三支西乐队 简秦叶不怕竞争 他的西乐队吹得清楚 又讲信誉 加上有歌舞表演的活 因此整年都不愁 没有生意做 按当地风俗 过了冬至 吃了元宵 就算多了一岁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 熬不过冬至 简秦叶的业务 在这时就多了起来 在未敢向近山演出的 二十来天里 西乐队接了整整六大活 吹吹打打 一天每人就有 五十来块钱的收入 和当初在戏班演末戏比 自然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在林扁村演出后 又到其他山村演出了吉察 未敢向的木偶戏班 再也接不到活 从十里八乡凑来的人 走得走 忙得忙 临时戏班 便暂时解散了 未敢向和妻子 剪戏前 生有一男一女 他很想把手艺 传给儿子剪震衫 再见他一个 风风光光的长脚班 可儿子硬是考进了 厦门读中砖 现在他看上了 还在村里读初中的 女儿简历珍 准备着暑假时 就开始教她 反正无论怎么样 祖宗传下来的戏 总得有人唱下去 回家闲了十几天 班里的蛋爵王梅柳 去学了西越 邻村的老艺人又病倒了 眼瞅着 该到第二次进山演戏的时候 未敢向这回真的着了急 在第七間? 煙霆做麥烙不來,馬來改變招逼 growing 當然沒有 일날整天 說不怕ического事先調除我, 那時有水源 也停rá離康的見面 我都是每個部份天上去 跟來吃粥帶廢物,到ITY 本來river manus會 earn 一托再托,终于黄了。 未敢向窝在家里憋气,好在过完年,还有每年元宵的三天大戏在等着他。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桃花礼花就开了,大年初三村里开会讨论元宵唱大戏的事。 我没有在外务啊。我没在外劲中的叫艾伦,我们在外务全部都 Make猫肉一样我把学校的ол股票,武 isolate拖架啦,做 daylightから做戏啦,玩家叫保迪比奥赦。 我们务固地看到次是说的不他叫他国家還是正翼。 演出,演出就是當年槍在那裡 我現在看電視槍槍,還沒鋪在那裡 那些技術的管理 像說我們吃了這麼多 我們就這樣嘛,那些人 那些人是說,記得說 那些人在黑白書,幾個月就好了 很多人已經幾個月了 馬槍,演出馬槍 俗话说 过年的银线元宵的戏 未敢像没想到 延续几十年的元宵唱大戏 就这样画上句号 元宵那天 祠堂前的戏台演了电演 孙礼的小学 因为有了西乐队 又热闹了起来 未敢像那天 没去凑了一份热闹 吃完元宵 他把他的末偶家当 重新拾着起来 到明年 他可能要到更远的山村 去演末戏了 演末来一套祖国 一套美丽 演末来一套祖国 《花开花落》 不知不觉,魏感象到了六十岁,有四百年历史的合贵楼成了国家级的保护文物,成天挤满了好新鲜的城里人。两年前,魏感象从这里迁了出来,住进了自家的新楼房。 儿子郑珊从厦门中专毕业后闲了两年,只好回家跟了戏班。女儿栗珍初中毕业后,到张州学了一年的末尔系,如今已是长教戏班里的淡爵。半年前还和林乡的戏米小霄定了亲。 魏感象为了跑戏,这些年添置了三部摩托车,但活最多时一家五口还是忙不过来,有时也只好把清闲在家的老班主简秦叶请过来救个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山外的游客来土楼玩,经常指名道姓的要看魏感象的墨戏。 城里的人玩够了新鲜玩意儿,如今时常也喜好点个戏,图个热闹。 魏感象觉得这些年是他这辈子最好的光景,一家五口撑着长教戏班的大半边台柱,而且家里还有几万块钱的鸡仔,女儿儿子都定了新。 林县永定铜锣坪连中村,上午八点钟有一场秋收谢神仪式。 简秦叶的西乐队半夜便上了路,一路颠簸走了整整四个小时。 砍下西乐队半个月里终于懒到了这单活。 简秦叶虽说活好不怕竞争,但短短的几年里长教已经有了六支西乐队。 村里人不管手艺,只图划算,因此如今一场西乐的收入已没有当年红火时的一半。 简秦叶也经常给西乐队编个唱段,写个剧本,弄点花活,但村里人如今对西乐已经过了喜好。 看看木偶戏,这些年又慢慢红火,当年砍下西乐队的人已经走掉了大半。 自从2002年,福建省把客家的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来河贵楼考察的专家也越来越多。 村里决定成立一个小木偶班,为客人表演传统长教提现木偶。 村里推举剪秦叶来操办这件事,一是西乐队进来清闲,再说,好歹当年他也算响当当的行家离手。 这边是西乐队进来清闲,我们发现这家人,西乐队进来的写真。 这边是秦叶,我们在河贵的城市。 大村里福建尾,帅国地地区里 、帅国地区里 、帅国地区里可以将写真。 毛贵人,河贵人,山 조�兰国地区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感象也把一些没用的木偶家当捐了出去 女儿儿子转眼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自己的腿脚也一日不如一日 馆长说以后他可以每天守在这儿给游客唱戏收钱 这让魏感象着实有些动心 女儿立真已经准备结婚 而将来的一般之主镇山却迟迟还没有相成亲 魏感象觉得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一件事 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一种 这个不会很差 这多少 这都是随便150就是叫处理给你了 这个是亏本价 进来都是两百多块 不烤咖啡 你再带我再来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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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会啊 请这把一碗不理多少钱吗 我没有几本都太要了 你也要这么大 更大了 我们请改变一个人 全部武装 全部武装 我还没武装 白龙 来来来来 去打 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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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成立啊 只剩三十斤而已 我自己做一碗 我做一碗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你去做一碗 你还要去做一碗 没有啦 你怎么办呢 做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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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做一碗做一碗 每年做一碗做一碗 我哪有钱 差一碗 你怎么看肉 做一碗做一碗做一碗 做一碗做一碗 女婿小霄跟了半年戏班 文凭武凭已经通了大半 立真的女朋友秀兰说 自小爱看戏 能嫁给震山 就能每天看戏唱戏 未敢像觉得 常叫戏班 总算没败在自己手上 祖宗传下来的戏 总算有人唱下去 台并每天人老店店 上世界小公公分明 既成祖宗传下来的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望来各省 省省省眉河 自昂姑阿海 从阿自公彼此 行阿罗隆 南朝韩国应该是 只记字 未敢向的木偶戏班 重新风光起来 未敢向的木偶戏班 重新风光起来 更重要的是 木偶戏的兴旺 让他感觉到自己痴迷的这门手艺有了很好的前景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子业时分共同见证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关注记录片集《时间的重量》 观点栏目